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固态硬盘是三星的860 EVO 显示器是34寸的 21比9的 分辨率是2560×1080 以常规的1080P显示器要多吃一些响卡资源 基本飞车21这一代挺好玩 但是这一代的夜晚优化的不好 从2013年的极品飞车18开始 一直到2019年的极品飞车21 平均两年出一座 这四部极品飞车都是同一个工作室开发的 用的都是寒霜3的引擎 当年极品飞车21的画面已经很好了 而且优化的不错 我用GTX650Ti都可以跑高特效 没想到经过了六年三代的优化 画面和光影效果越来越好 但是优化却烂到家了 特别是晚上 下面回到这个视频的重点 如何解决游戏帧率不稳卡顿的问题 开始玩基本飞车21的时候 我也遇到了不流畅卡顿的问题 一直影响游玩的心情 但是现在已经完美解决了 否则也不会忍到40多几 现在玩起来很流畅 即便是晚上比赛 同时被警车追踪也很流畅 比赛开始的时候 倒数321后 很多车同时起步 那个阶段会有几秒钟的掉针 其余基本上都可以保持60帧 而且画面质量可以接受 没有狗牙 在车库里自动播放的那个画面也不错 车子的细节很有质感 显卡的温度保持在50到60度 显卡的频率也保持在1900MHz以上 为了达到以上的效果 我一共做了三波操作 第一波操作 游戏使用自定义的中特性 分辨率渲染从100%降到了80% 垂直同步开启保持60帧 那个HB AO要打开 还有TAA抗拒尺也打开 动态模糊打开 景深降到最低 下面具体说一下 其中HB AO和TAA抗拒尺这两项是比较持显卡资源的 但是这两项对画面画质影响很大 所以开启 我的分辨率是2560x1080 分辨率渲染降低到80% 对提高帧率有很大帮助 但是对画质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特别是开起来的时候 车速越来越快 谁还在意哪些画质呢 另外这个游戏即便开启了100%的分辨率渲染 游戏的画面也有很多噪点 可能就是这种风格 分辨率渲染这个值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我建议是80%到100%之间 低于80%不推荐 比如75%的画质画面已经很粗糙了 动态模糊这一项 我在一般的游戏里都是关掉的 但是在赛车游戏里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有速度感 还能模糊一下不是很好的画质 那个景深我开的是低 因为我感觉N卡对景深的背景模糊渲染 比较耗费显卡资源 性价比很低 通过这一波操作 白天跑的时候 显卡会有30%的显卡性能余量 这个性能余量 对于机品飞车21来说很关键 下面说一下理由 这个游戏的优化很差 白天吃的显卡的性能和晚上吃的不一样 差距很大 估计得有30% 我打个比喻 同样的画质设置 比如白天比赛需要GTX1060的 显卡性能输出就可以了 但是晚上比赛时则需要GTX1070的 性能输出 所以在设置画面的时候 尽量往低了设置 以什么为标准呢 一晚上跑比赛 同时还要被热力追踪时 设置那个状态为标准 因为那个状态是最好资源的 千万不要以白天吃满 显卡性能为标准 否则到了晚上一跑比赛 再加上热力追踪 显卡性能是不够用的 会导致游戏卡顿影响水平发挥 以白天设置为标准 画面虽然有一点提升 但是游戏卡顿会导致可玩性大减 因为这个游戏的升级 主要靠晚上比赛 还有热力追踪的那个指数 通过上面的设置 晚上比赛同时被热力追踪 偶尔会吃到99%的显卡性能 但是即便这时候显卡资源吃紧 游戏也可以达到55帧以上 而且很快会恢复到60帧 晚上正常比赛的时候 显卡还有小部分的性能余量 这种留余量的方式 还有助于给显卡降温 显卡温度低的时候 频率可以变得很高 可以为偶尔突发场景 需要性能的那个场景做准备 渲染分辨率虽然是80% 但是画面不会特别糟糕 也不会出现狗牙 可能是与开了TA抗拒尺有关 我开的这种中特效画面可以接受 我感觉与默认的高特效区别不明显 这个游戏从默认的低特效到高特效 画面和帧率变化不是特别大 但是这个渲染分辨率对帧率影响很大 下面再说说第二波操作 除了上面的游戏内部设置以外 我还用Afterburner那个软件给响卡小抄了一下 我开启了自定义风扇转速 让响卡尽量保持在1900MHz以上 响卡的温度尽量保持在50-60度之间 因为每张响卡的体质不同 我的这块响卡超过了60度 频率就会低于1900MHz 下面是第三波操作 网上很多玩家反馈了 这个游戏吃CPU CPU经常爆满 我开始玩的时候也是这样 后来解决了 我用的这块是老CPU13VR 四核心八线程 平时负载70%左右 很少满载 我并没有使用网上说的修改用户配置文件 也没有启用第三方的那个限制进程的软件 我处理CPU满载的方法很特别 也可能跟我的硬件有关 我有一个USB独立声卡 默认使用独立声卡 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CPU会经常满载 而且游戏卡顿严重 还有爆音 基本上不能正常玩 我的方法是 在Windows调声音的那个位置 切换声卡 不用USB声卡 换成主板集成的声卡 自从我换了主板自带的声卡之后 爆音没了 CPU负载也降低了不少 很少满载 以上是我对极品飞载21 解决卡顿做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还准备做一个视频 是关于极品飞载21 如何才能简单的 轻松的 愉快的玩耍 我们玩的是游戏 是娱乐 不想被游戏玩 敬请期待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观看